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饭年五十,我是海青 今天呢,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家常春饼的做法 途中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这个份量呢,可以做出来 24张直径大概 十来厘米的春饼 400克普通面粉 加入10毫升橄榄油 再加入250毫升温水 用和面机活成面团 然后我们下手 稍微整下形,把它整成 一个比较光滑的圆团 之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橄榄油 使这个油呢,将这个面团呢 包裹起来,形成一层油膜 这样我们盖上盖来 饧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饧好的面呢,我们把它 整形成为一个光滑 均匀的条状,然后呢 用刀把这个条呢 切成24等分 这24个剂子呢,可以出 成品大概直径为 10到12厘米左右的 24张春饼,如果你喜欢小一点 这边的春饼呢,可以变成30等分 我们来把剂子整整形 然后呢,擀成饺子皮的形状 我们准备一些橄榄油 放在碗里,然后呢,第一张饺子皮呢 放在下面,第二张饺子皮呢 放在这个油碗里 让它均匀的沾上油 然后把多余的油呢,可以 滴掉 将第二张沾了油的饺子皮呢,放在 第一张饺子皮上面 然后呢,我们再擀一张饺子皮 铺在第二张饺子皮上面 注意呢,铺之前呢 可以用手将油呢,再均匀的 涂抹一下,以防止第一张饺子皮上 没有油的地方呢,和第三张饺子皮 粘在一起 然后我们继续,再将第四张饺子皮呢 放在油里 均匀的涂上油 然后呢,放在第三张饺子皮上面 然后再放一张无油的饺子皮 注意每次放无油的饺子皮的时候呢 注意把下面的饺子皮的油呢 铺抹均匀一下,防粘 这样落起来呢,可以落七张饺子皮 在一起 最后一张饺子皮呢,就不要粘油 直接放到上面 好,我们都如法炮制 最后呢,就是两落七张饺子皮的 两落五张饺子皮的 然后我们盖上保鲜膜 让它再醒15分钟 醒好之后呢,我们把每一落呢 轻轻的左右的擀 然后可以换位置 这样的慢慢的把它擀成一个 10厘米到12厘米的饼 擀的时候呢,注意用力要均匀 这样呢,每个春饼它的薄厚呢 就比较均匀一些 也不容易破 好,煎锅中小火 锅烧热之后呢 将擀好的这个饼片呢 放进锅里面 等看到饼的这一面呢 变色就可以将饼翻面 大概几十秒左右 你就能看见这个饼呢 内部就有气在慢慢的鼓起来 然后呢,我们再将饼再翻一次面 就可以出锅了 好,让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春饼成果如何 这个饼呢,因为中间加了油 所以呢,非常容易就可以撕开 每张饼皮呢,都非常的薄 而且非常的均匀 你可以事先把饼一张张的撕开 也可以边吃边撕 我比较喜欢边吃边再撕开 这样呢,吃的时候这个饼非常的柔软 那事先撕开呢 因为这个饼非常的薄 所以容易呢,变干 看看这个春饼,几近透明 薄如蝉翼 而且这样做出来春饼呢 它的筋性非常的好 你可以使劲地揉搓它 它也不会破,也不会裂 记忆中小时候吃春饼呢 主要的配菜就是土豆丝 干豆腐丝 酸菜粉 还有绿豆芽 那么这些菜呢 都是我们东北标准的春饼配菜 其实春饼卷什么都挺好吃的 榨上一碗油汪汪的肉丝酱 炒上几个鸡蛋 然后呢,加一些生菜 卷起来 也一样的香喷喷的,吃不够 好,如果你喜欢可以试一下哦 这个配方基本上是零失败的 好,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